聖誕節 聖誕寶貝咒 一連四個主人 呼應都是為預備聖誕 今天的第三篇讀機 三篇讀機 透過不妥的方式 綁著我們 深入的了解 如何為個人做好準備 在讀經一 禮歸才知 如今將會有大事分散 在伯南這個很小 很小一套 無人認識的地方 將會出生一位 走自而適的鬼人 他會走自而適的力量 大力和摸躍他的指紋 他們從此就會感到平安 安全 而他的能力力量 而他的能力力量 會擴展到低極 如何令到這個 聖誕實現呢 聖誕中 看到有兩個女人 瑪尼亞和伊撒伯爾 他們兩個雖然都會懷著她 但是瑪尼亞 只約去 下望伊撒伯爾 當瑪尼亞 陷近 伊撒伯爾 馬上感到 可以 觀音 飲藥 在尋世的 月漢 而被營熟的 聖誕 所感動 其他 以沙巴爾 靠過 聖誕 和聖誕的 感應 認識 他的 聖誕 表妹 聖誕 是天主的 聖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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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他的 聖誕 聖誕 伊撒伯爾 年代未出生的 聖誕 已經是 遺體 服務 透過他的服務 我們會感受到 在天主 正當我們的計劃 的排泄 耶稣 耶稣 是我們的主 祂來到我們 中間 山門 升為 一個人 向我們展示出 最偉大的愛 為了自己的朋友 願意寫協 個人的生命 好像在《讀经》里面说 犧牲与受罪而非你所要的 其可预备了这个身体 以受我们天父之类的服从 他为人类徹底的奉献 无人能够像他那样 为他人不尽而超过自己个人的能力和行制 是因为耶稣完全深重天父的主义 这样令到先知所欲言的程度得到实现 今天是张六杰的最后一个主人 耶稣的邀请我们 耶稣都邀请我们 每个跟着他的人 好像自欲望的书里面那样说 天主我来为聖行你的旨意 聖行自己已经根据了耶稣 当耶稣正在他福中的推荐的时候 的时候 玛利亚接受了做天主旨的王餐 所以 她不清楚 将会发生什么事在她身上 和要面对多少困难 她都会以信心坚持到最后 我们也会以信心坚持到最后 我们也有成功 成功到学责 如何 对于自己上日的成功坚持到底 所以 这个 就是 不得圣诞 真正的 体力 所做的 天主不要